这是一张不太大的画 但这张画里最重要的东西 却是要感觉出来的 而不是看出来的 是什么呢 就是速度 当你看这张画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张画应该是 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画出的 那么你会感受到那时的阳光 那时的云卷云输 所以我相信在这张画里 看不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张画与我其他的画稍有点不同 一句说这张画强调画 不如说强调书 书就是书写的书 主要体现在线条上 大家都知道线条会比较抽象 比较容易表现我的情感 比较自由 我们都知道 看一张画是很难把人打动到哭的 但是你读一本小说 读一本书就很容易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说 这就是书和画的不同 而体现在这张画里 就集中在我的书 也就是线条 这是我们的书 带来输 不问你 这就是大家 在家边一会儿 现在这就是 这就是在家里面的应急事 这就像是有了 所调的路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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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